大家好,我是Amy,我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教练》这本书 我相信跟很多人听过这本书,因为它是一本非常知名的商业管理的书籍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埃里克·斯米特 那在2001年至2011年呢,他就担任Google的执行长 那其中呢,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教练呢,他的名字叫做比尔坎贝尔 他不只是Google,甚至是苹果呢,也都是透过他们的方式来培养 新人还有培养他们的主管阶级 然后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这本书非常的有收获 所以我想要来分享五个重点给大家 这是一个关于投资理财与自我成长的频道 如果你希望每周只花十分钟就能提升竞争力的话 欢迎订阅哦,那我就开始了 这本书呢,是我跟一群YouTube的朋友呢 我们有一个读书会 然后我们这个月指定共图的一本书 这本书呢,是月步课推荐的 那我们这读书会里面有包含了爱玲啊 还有Breader,还有旅行YJ 看完这本书以后呢,我认真的觉得 比起一般我们想象的商业书籍来说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本教你如何带人出事的书籍 所以我就来分享里面五点我觉得非常有启发的重点来给大家 希望也能够带给你新的收获 第一个呢,就是永远寻找最好的点子 而不是有共识的烂点子 我觉得听到这个重点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另外一本书 另外一本书叫做原则 原则这本书里面曾经有提到 他们内部在做决策的方式呢,并不是透过多数决 因为根据他们的经验,多数决往往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所以呢,他们选择是让每个员工有不同的权重 然后越优秀成效越好的员工,他的权重就越高 而藉此呢,能达到最好的决定 我觉得这打破了很多人根深底部的观念 我们往往会觉得可能人多的决定就是好的决定 但是在非常多优秀的公司跟管理决策的书里面 他都告诉你 多数决通常不是最好的决定 反而是把这些重要的决定 交给权责相关最高的人 或者是比较多成功经验的人来做选择 可能更容易达成最好的结果 第二个重点呢,是他提到了建立信任的五大基础 那这一段我非常的喜欢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记住这五大基础 然后未来我相信在你的人生当中 不管是你要进行你的工作 还有你的业务、内容 或者是你要跟客户往来 这些都可以为你打下很好的信任基础 第一个呢,就是信守诺言 就是不管是多么小的承诺呢 都要努力的去达成 第二个是忠诚 我相信没有人会去信任一个不忠诚的人 接下来呢,是正直 我们都知道正直的人比较容易获得别的信任 因为正直同时包含了这个能道的标准 还有他的品性 然后第四个呢,是能力 我在想非常多人可能没有联想到能力这一点 因为我们平常在谈到信任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只讲到这个人是不是诚实 是不是正直 值得信任 但是实际上你仔细想想 只有一个有能力的人 你才会有信心把工作 做真正的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 如果这个人让你觉得对他的能力有点不太有信心的话 你很有可能你不太敢 将自己重要的事情交付给他 最后一个呢,是关于保密 保密这一点就是我自己完全没有特别联想到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针对一个人的保密呢 也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认真的去考察这五个点 包含了信守诺言 忠诚、正直能力跟保密 你就可以在你身边的人机关系中 建立非常好的信任基础了 第三点,不要强行让别人理解你 我们不要想着去命令别人怎么做 而是去想着 可不可以用故事的方式 或者是举例的方式引导别人 然后让他自己做决定 因为一旦我们为了别人做决定的时候 有时候会让别人感觉到被强迫不舒服 甚至也会把责任推在我们身上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你可以告诉别人某个道理 但是让他自己做选择、做决定 第四点,是实话实说 但是不要让人难看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温柔的话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带人处置上 我们可能会觉得 好,我们追求政治、追求诚信 那我们会想要讲真话 不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真话也许会伤害到人 所以当我们希望可以告诫别人一个 真实的实话的时候 我们是否可以去好好的调整我们的修持 还有去了解对方的状态 能不能接受你这个观点 然后去决定说到底要不要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即使说了实话也不代表你完全是正确的 你让别人感到难堪的话 其实这就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第五点,不要让负面情绪维持得太久 把负面的事情全部说出来没有关系 但是让这个情绪赶快过去 然后把目标跟焦点放在解决问题上面 隐藏负面的事情在一个团队里面并不是一件好事 甚至在你的能际交往当中也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可以坦诚的把负面的事情说出来之后 好好的沟通让情绪过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精神跟心情聚焦在解决问题本身 所以这本书里面分享了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有收获的五个重点 我也在这里分享给你 那书中呢有提到了很多 我觉得与其说它是商业的书 其实还不如说它是我们一般代人处事的道理 所以我蛮推荐每个人都可以去看看 毕竟这本书也是带领了苹果、Google 还有YouTube这三大剧头的公司 破天荒他们共同推荐的一本书 希望你看完这本书以后也能带给你更多的期望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 有任何问题欢迎留言跟我说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又到了我们臭秒数Q&A时间 我们随机从大家的留言当中挑出问题来 请问 女咪请问预售屋在申请到直到之前 房子还没盖床之前 没办法申请银行建价 预售屋在盖好之前 没办法申请银行建价 这个我反而觉得预售屋不是很需要担心的 因为其实如果是大型建案的预售屋呢 基本上呢他们都会跟银行合作 然后直接跟银行去谈条件 比如说像我自己买的预售屋威力好了 它就直接跟华南银行合作 那华南银行呢就会直接依据 建商卖的价钱 作为他们贷款给你的金额的依据 所以你反而不用担心自己买贵或是价差太大 你唯一要担心的是你个人的信用 会不会让自己不好贷款 剩下的部分呢 其实以预售屋来说的话 其实反而比较不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以上回答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